身处纷乱知识 心存健康之道 大家好 欢迎来到健康1加1防疫身心灵 我是啾啾 今天是美东时间2023年1月5号 那其实呢 在上一集节目中呢 董雨宏博士为我们分析 哪些民众呢会容易感染新冠 那有一群人呢 似乎就不被感染 那在目前呢 中国疫情海啸的当下呢 大家都很希望了解 到底我们可不可以成为那群不被感染的人 那到底怎么样才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那今天呢 我们还是在请董雨宏博士来继续我们解说 所以想要了解的朋友呢 请继续收看直播 记得要按下订阅键 开启小铃铛 并且看到直播的最后 好了 今天的直播也欢迎观众朋友加入 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介绍今天的嘉宾是欧洲病毒学及传染病专家 董雨宏博士 哈喽 董博士您好 那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您有提到了 就是有很多的民众他确实感染了新冠病毒 但是有一群人怎么样呢 就是不管是从各种鼻腔啊 联膜啊 怎么样进去这个病毒都不会被感染 所以民众都想知道 到底我们要可以成为哪那一群不被感染病毒的人 而且您刚好谈到免疫力好 就能够保护人们不会感染 这让我回想到过去的直播中 我们也多次的报道就是民众在清零下哦 比如说买菜啦 出行啦 旧衣上班 我想整个生存都遭到了危机哦 所以人们持续的就是呃 身具怕哪一天自己就会 比如说黄马啦 红马 我昨天还问了一下请教一下我同事 那到底是黄马还是红马呢 只有绿马你才可以通行 黄马 红马你都有可能被抓到方舱医院去隔离 所以在过去你也分析过恐惧这种负面情绪 对人体的免疫力也是有负面影响的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您再跟我们做深入的解析呢 对 其实科学家就做过这么一个研究 就想研究这个慢性的这种恐惧和持续 就是造成的持续压力对这个人的这个身心健康的影响 他做了一个模型 什么模型呢 就是老鼠 成年的这个雄性的SD这个大鼠 就把它放到这个具有比它个子更大的 具有很攻击性的那种老鼠的笼子里 那这个相对小一点的老鼠呢 就面临这个大老鼠 那当然这个攻击性的老鼠就会去从身体上去欺误它 就造成身体上的一个受伤 另外还有精神上也紧张害怕了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被欺负大概15分钟 然后欺负完了还不算呢 然后中间呢又把它放一个隔板下来 可能是透明的隔板 也可能是带着一个铁丝网的隔板 就是让它身体上不会被欺负了 可是呢 这个被欺负的老鼠呢 还要看着这个很凶悍的这个老鼠 还要精神上还要再紧张害怕一段时间 所以就是一个造成一个持续的恐惧害怕 然后压力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就研究这个被欺负的这个老鼠 恐惧的这个老鼠它身体里头的这个身体的细胞的这个炎症的状态 就发现这个它这种慢性恐惧的情绪 对老鼠的这个炎症的细胞因子就明显的增加了 而且就是抗炎症的因子它没有增加 也就是说体内就慢慢的就积蓄了一些炎症 所以我们知道慢性炎症状态跟这个抗病毒的状态是反的的 你越有慢性炎症因子它就越不容易抗病毒 越有这个干扰素就分泌的 抗病毒的干扰素分泌的也越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 这种老鼠它是不好抗病毒的 那第二个方面呢 被欺负后的这个老鼠产生的这个社交压力 还引起了焦虑 通过各种实验就发现它的焦虑的行为是增加的 一个矿场把它放到矿场之中 它通过中心区域的这个时间次数就减少了 另外呢 还有社交的互动的次数也减少了 下一个图 对 然后还有在高架把它放到很高的一个架子上 让它去走这个开放壁的这条壁 它也不敢去走 什么意思呢 恐惧压力最后造成的焦虑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在疫情之中 很多中国老百姓可能也是 这种长期的慢性的恐惧压力焦虑 这种状态 对 是 是 我想呢除了恐惧焦虑 其实中国人还真的是很抑郁 我有些朋友就是也会觉得真的特别抑郁 尤其在 虽然我们在美国看到这个中国的新闻 他们还是相当的抑郁 为什么呢 抑郁到一定程度 也不能说话 最近大家都知道 只能拿一张白纸代表要说的话 所以这个有时候看到心里还是蛮难过的 所以我想请教董博士 这种抑郁这样的情绪对人体免疫力具体 它有哪些影响呢 是 咱们经常说七分精神三分病 真的是科学研究已经 海量的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了 这个是真是有道理的 因为精神是从大脑这个层面 从上而下的控制这个整个各个器官 包括免疫系统的这个运作 是全方位的 所以我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个 美国加州大学和埃莫里大学的 心理神经免疫学的教授们 他们做的一些总结 他们就是说对抑郁的研究 进行了一个系统的分析 发现这个慢性抑郁 自己讲的是慢性的抑郁 这慢性的抑郁就是 就是常年的慢性的 走不出这个心理的阴影的慢性抑郁 结果这导致他们的淋巴细胞的功能 淋巴细胞是免疫细胞 是抗击病毒的重要的细胞 它的功能下降 然后T细胞对病毒免疫应答 它的这个能力也下降 抗病毒能力下降 自然杀手细胞的这个活性 抗病毒的活性也下降 总而言之 再加上刚才说到的这个恐惧 造成的慢性炎症状态 再加上抑郁各种细胞的功能下降 你说这不是多重打击 血上加霜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人的免疫系统整个的全面受抑制 我为什么在开头这么讲 就是多种的负面情绪 对人体的免疫系统是一个一个的打击 最后叠加的打击 就导致最后人的身体 就很容易感染病毒 进一步的恶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给大家想说的就是 长期的慢性压力 它不光是改变人的免疫系统的这个基因 这个功能 另外它还有发这个大脑的炎症 改变这个大脑的这个功能 导致人的这个神经的认知功能下降 导致大脑出现脑年痴呆的前期的症状 所以让人的大脑思维都变 可能都变迟钝了 感觉变笨了 就是这种反应不像以前思维 不像那么原来那么清晰了 所以真的是让人免疫力也下降 然后思维也变慢 所以这是一个全方位的 很深远的一个改变 非常严重的一个改变 对 那有没有具体说 就是有没有这种临床研究数据 能证明就是当人压力大的时候 更容易感染病毒呢 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其中有一个就是1991年发表 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是受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 还得了奖的这么一个实验 他找的是394名健康受试者 他给他们什么呢 接种五种 往他的鼻子里头滴五种病毒 哪五种呢 鼻病毒29或者14 还有呼吸道荷包病毒 另外还有一种冠状病毒 叫229亿 滴到鼻子里 然后呢还有一个对照组 就是26名健康受试者 他接受的是生理盐水的滴鼻 这是一个有对照的 结果就发现 然后呢同时测这个人的这个 心理压力的这个指数 那当然心理压力指数就有很多的量表 心理学上很成熟的 包括他的负面情绪啊 是什么样的 有没有这种评分啊 把它累积起来 多种的综合的评分 非常有代表性的 那最后就发现啊 这个心理压力指数越大 我们看这条线 从左往右 心理压力指数越大的人 他得感冒有症状 就临床的感冒 就不光是就是有喷嚏啊 这种喉咙痛啊 这种感冒症状的这种发生率 就明显的增加 是一个正向观 也就是说心理压力越大 越容易感冒 我们自己在生活中也体会一下 是不是我们经常压力感冒 往往是在经受了一定的打击 或者情绪发作啊 或者等等有些事件之后 就容易感冒了 对不对 而且还发现啊 这个心理压力的 这个心理压力指数越大 他的这个感染啊 就刚才说到是临床性的感冒 还有就是说病毒 查出来有病毒感染的这个情况 也是一样的正向观 也是另外一个衡量感染的一个指标 另外呢 还发现这个压力因素啊 他是独立的起作用的 有的人会说你年龄不一样啊 性别不一样 是不是这个有混淆啊 混杂的 他做了系统的一个分析 把年龄 性别 体重 身体状况等等 混杂因素全部排开了 最后发现压力 是一个独立的 强大的作用因子 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 结论 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结论 另外 还有把这五种病毒拿来 分别的做 也做测试 发现五种病毒的结果是一样的 对 你看这从左到右是五个病毒 都是低心理压力组 它的感染率就少 高心理心理压力越高 它的感染记录人数也就越高 所以这种哪种病毒都是一样 所以这就是不同的病毒都是一样的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压力持续时间 越长的话 你看从左到右没有压力 一直到持续了24个月 最后持续两年的这个压力 就导致这个感冒的危险度增加了3.5倍以上 我们就可以想象中国人 这个压力持续了三年 那这个得上呼吸道的这个病毒感染的这个几率 那Omicron这种或者其他的病毒也好 那这个就会明显的升高了 所以而且这个压力不光是来自工作的中的压力也好 人际关系中的压力也好 不管是哪种来源的都是相似的这个规律 所以这就是这个分析相当的全面 所以给大家总而言之就是慢性持续的压力 就导致人容易是呼吸道感染病毒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其实刚才董博士您的解析 解开了很多心理一些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他就会很害怕就是感染啊 所以赶快有些中国的民众 就躲到一些乡下的地方去 可是发现竟然还是被感染了 所以我想这个三年的疫情 大家我刚才提到每天这核酸 黄马 红马 上网买菜 压力真的是特别大 我想整个在中国的民众 都是在一个非常高压的一个防疫政策 我想真的是对大家的免疫力 是会有一定的程度的影响是吧 是的 是的 在这次解封之前就是长期的这个封控隔离啊 很多人还被那个铁 那个钢铁的那种东西给框在家里 强制它不外出 有的人甚至抑郁到跳楼自杀 这不就是大陆民众精神极度恐惧压力的 这个抑郁到都要自杀的倾向都出来了 对吧 甚至已经有行为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点点滴滴的这种 很危险的这种真相 另外呢 这就是从说到压力 我们再回到这个环境的因素上 中国大陆各种各样的环境污染 刚才提到的雾霾 还有水的污染 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还有各种各样的环境中的有毒的东西 那这个就可以数的数一大串了 什么毒奶粉 毒胶囊 还有毒这个 毒那个 毒油啊什么的 这个就是导致了人们这么多的毒啊 可以说是各种毒都很全的这么一个环境 中国人这个身体我觉得真的是 得要多么强大的身体 才能抵抗得住这么多的毒的这种侵害啊 是吧 然后再就是医院的这个大部分资源 都放到新冠的这个检测这个筛查去了 还有 所以慢性病 很多人的慢性病能拖就拖 该治疗的也没有治疗 缺医少药 所以这个慢性病也会导致人们容易感染病毒 然后再加上正好又是冬季 冬季又是呼吸道的高发季节 所以呢 在这情况下 我们就是导致最后人们一放开就不能适应 就很多的这种内在外在的因素 就导致这些疫情这么凶猛 这么重 是 确实 刚才董博士您提到 就是确实我们盘点一下过去这三年走过的这个经历 让大家真的还是会觉得 真的压力是确实很大 因为最近大陆知名的导演冯小刚 他最近在社交平台上透露了自己 他说到在国外晃悠了三个多月 没养 回到国内十来天养了 那当然他说他又转阴了 而且冯小刚坦言 他说这三年民众的苦难值得记录下来 所以您看冯导演他这么说 可见这个民众在这场清零又突然开放 还真的是没有少受罪 是吧 是 是 说到这里 我记得十多年前我曾经往返瑞士和北京两次 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飞机一到北京机场一降落 我马上就感觉到 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物质啊 场啊 说不清的那种感觉所笼罩着 就自己马上就好像有一点 就那种抑郁的感觉就出来了 然后又回到瑞士的时候 那飞机一到瑞士呢 刚刚降落机场 从机场一走出来坐在车上 从里到外就是一种宁静 一种祥和 当然我不是说外国就多么好 中国就多么那个 但是确确实实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 很多的朋友跟他们聊天也是这样的 就中国这个整个大陆的这种特殊的物质 和这种社会环境 还有人文这个自然生态的破坏 还有整个疫情的 就给它造成了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一种环境 所以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 我们讲它都有它特定的这个 这种环境和人群的异感 导致了人群这个异感病毒的这个异感性也不一样 这也构成了这个疾病 同样的一个病在国外 可能就是奥米克隆那样 就大家就开放了解封了 大家就平安的就度过了 然后没什么这个大不了的 可是一到国内就搞的就是清零 然后最后大家还恐惧 最后还这么多的事儿 放开了之后还这么多大白费 然后海啸都来了 所以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 大家真的要思考在背后的 很多的这个一些原因所在 其实董博士每次提醒跟解析 都让我们可以就是深入的去思考一下 到底为什么这件事情 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当然不是说去自责或怎么样 因为我们确实要走出这个疫情崩暴 走出这个疫情的海啸到底要怎么办 我想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做这个直播 就邀请这么多专家 真的我看董博士为了做一些研究 这是没日没夜的在帮大家做一些研究 我觉得真的是很辛苦 这颗心我想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 在中国的民众能够早日就是脱离 这样子的痛苦能够平安 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医院 病床拥挤这个民众就是去排队 然后甚至有些人是在马路上 就开始掉平了 就还有一些问题 这个那些感染的人很多也是担心自己说 哎呀我这样活会出重症啊 所以我接下来想请教董博士 如果说我们遇到有一些征兆 我们也特别请在中国的亲友们 就是就还是要注意听一下 如果你有亲友在中国 也麻烦您把这几节节目 真的是分享给他们 万一出现哪一些征兆 我们真的是要特别注意的董博士 对尤其是现在在这个大陆缺医少药 医院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的确是我们要是好好关注一下周围的 这个比较弱势的这个容易得重症的这个群体 比方老年人啊或者以前有基础病的这些人们 要观察他的一些状况 然后有几个真相就是医学上的常见的 可能导致重症的一些真相给大家稍微梳理一下 也不要紧张 就是知道碰到这种情况 咱们就重视及时的处理 首先一个就是发烧 就发烧其实呢 就是不用特别 特别多的用退烧药 现在就是说退烧药大家抢购 都出现了一个抢购槽 但是其实这个退烧药 也不是说就是 就是非用不可的 有时候会掩盖症状 所以我们就是说尽量的 甚至掩盖症状之后还会延误病情 还会抑制免疫力 反而加重病情 所以这是一个小提醒 但是呢如果出现持续的高热 这种情况可能就是病情这个焦灼 可能要转向重症化的一个倾向 这个时候就要采取一些措施了 采取一些处理办法 然后再就是第二个就是真相 就是重症的真相 就是呼吸困难 呼吸困难就喘不上气啊 气粗心慌 甚至就是稍微走几步路啊 然后就心慌了 这种劳力后的这种呼吸困难 我呢是特别建议啊 如果国家政府 真的是为老百姓着想的话 应该给普通民族发放血氧衣 就是那个套在指头肩上插上电 就很容易监测这个血氧饱和度的那个东西 那个呢我记得在2020年英国 他那个爆发那个疫情的时候 他就采取了非常聪明的一个办法 就是建家庭病房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很多 因为也是医院住不来病人 病床不够用 他就把这个血氧仪发放到社区 发放到每家每户 让他们自己在家监测这个血氧饱和度 然后只有那些特别有重症的人 有重症倾向的就转移到医院去 用呼吸机啊等等来救治 这是非常明智的一个政府 非常得民心 而且当时就帮助他们度过了那个 英国变种那一波的来袭 就是算一个成功的经验吧 但是我是建议 如果有条件的就准备准备这个 然后但是最好是从政府的层面 给民众发放这个血氧仪 监测血氧饱和度 如果这个血氧饱 导致持续的低于93% 要及时的送医 特别要警觉那些静默性的缺氧 有时候缺氧 但是他没有呼吸困难 但是他血氧饱和度已经掉下来了 这个时候就要特别警惕 这是第二点 然后再就是第三个真相 就是精神 我们知道我们的大脑 是非常容易受到缺氧的这种指标的 这氧气不够的话 大脑很容易受影响 当这个人精神状态 他可能没什么烧 然后也没什么症状 可是精神突然不好了 就比较淡漠 什么事情提不起劲来 恍惚 甚至反躁 反应迟钝 这个时候要想到会不会是血氧掉下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也要提醒一下 去做一下相关的检测 然后第四就是消化系统 比方说严重的恶心 呕吐 腹泻 这些疾病也是提示重症 因为这个病毒是会侵犯消化道的 他如果有时候他不见得上呼吸道的症状也很重 可是他的腹泻 腹痛这些症状出得很快 所以这是第四个 然后第五个就是 有的人他有慢性病 以前的高血压 高血糖 他以前控制的挺好的 结果突然他的血压控制不行了 又升上去了 控制不住了 用同样的药物剂量控制不好了 或者是血糖也是控制不住了 明显的增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要想到 会不会是病毒感染之后 导致身体的慢性 一个发炎的状态 细胞因子增多 导致基础病也加重 它是一个恶性循环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要警惕一下 就刚才给大家梳理一下 是 我想谢谢董博士的提醒 这五种征兆 民众还是要特别的注意 出现这五种征兆 一定要赶快就进行一些紧急的处理 那另外在中国其实有出现了 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 缺少药物的情况 我想这对民众健康确实是一个挑战 有时候我们自己发烧 或者这没有药啊 我觉得这个心理上 也是觉得不太安稳 所以您对中国的民众建议是什么 真的在家里没有药 又出现了一些比较 严重的症状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请大家移步到干净世界 干净world.com 我们继续跟董博士在 干净.com这个平台上 健康1加1频道跟大家讨论 那请各位还是移步到网路上 干净.com 直接跟我们健康1加1的直播 继续来收看